专载自摆家号作者,神奇漫谈至于逼开你,那毕竟是很久以后的事,何地大吉,站在院子台阶下的石阶上,眼睛一直盯着那院子里大蓝色的龙胆花,试图通过花瓣件细腻洒落的点点阳光,看清那个明媚露荷蕾的小女孩的朦胧身影,空气中飘落的落叶若隐若现, 仿佛这场平淡无奇的葬礼下的英国安妮,这一年,大吉三十岁,陆赫林孤单而又安静的站在院子里栽种的龙胆花旁,此时的他人记得那个温柔慈祥的老人,将手掌贴在他那小小的脸颊上,你就叫林吧,陆赫林,而那时候,两人正看着院子里那心栽的龙胆花,忧伤而又轻力,如今,葬礼的礼桃里冰刻如云, 但是他的四周却是如此的安静,只有脚旁的龙胆花还在一旁像个孩子般的仰望着,可惜却再也看不到那个一直陪伴在林身边的温柔强固的老人了。 这一年,林六岁,我来抚养吧,面对着那些互相推诿的亲戚们,大吉不由的下定了决心,而林与大吉的第一次相遇,也就在这一刻开始起,结下了终生的缘,一个三十岁的单身男人。 林养了一个六岁的小萝莉,而且是在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上,并且小萝莉还是刚刚逝世的外祖父的私生女,于是两人之间聚聚,而又充满温馨的生活也随之展开了。 过年发寒假的时候,在逛B站的时候,无意间看到了蒙莲普对这不发的介绍,当时看名字与简介完全,提不起任何兴趣。 只是后来,在看到弹幕与评论后,环穿着对漫画结局的烈起心理,才开始观看了第一集,随后便深深为剧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所打动。 其实整个故事的基调,从开始就已经定定了下来,这就是一个讲述了亲情的需要与被需要的故事,至少在TV动画里是这样表现的。 同时整个番剧也是在描述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感,作为养育方的大吉,在教育领的过程中,付出了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努力与牺牲,而作为被教育方的领在适应新环境、新家庭、新家庭的背景。 也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与选择。 那么,究竟可为否认,有人会认为,大吉是个白痴少光,因为无论如何,作为一个正常人,都不会考虑去抚养一个与自己毫不相感的孩子。 更何况其来历还不明不白,但是,这恰巧就是大吉自己做出的选择,因为他与那些袖手旁观的心机不同。 他真心站在脸的角度,出发去思考这一切的。 正因为他站在了另一个角度,他才会感同身手,才会明白那份孤独与无助感。 这就是责任。 白兔唐是日本漫画家宇人田,有美创作的漫画作品。 并由Production Eye,即改编的TV动画,该动画于2011年7月7日放送,他讲述了一个30岁的单身男子和的,大吉收养了其祖父的Cross生女口,6岁的陆赫领,两人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的温馨。 故事,白兔唐并没有时下令那些霸权凡剧所呈现出的高大上作画风格,也没有那些热门TV版剧中精良的画风与设定。 但起在制作水平上的细腻程度和温馨氛围上,制作组家二者之间的平衡感,掌握得出乎意料的好,而日常治愈班中,关于家族、家庭、亲情方面的内容,不仅要保持精细、淡然、稳定的风格, 还要突出其亮点,白兔唐这几点都做得相当不错,它就如同一颗纯白的小小奶糖,细微之下透出了些许甜意。 故事里的许多画面都切中了敷衍儿女生长过程中而先甜蜜的地方,像是尿床的尴尬,坏癌的好奇,感冒时大人的照料与安慰,年岁数再重与希望,男孩的调皮与女孩的敏感等等。 这正是我们青春年少时的珍贵记忆,而导演将这种我们不经意间遗忘的记忆在白兔唐中稍微放大。 当剧中人物之间的亲情,爱情渐渐融于一体之时,顿时让人从心底软化开来,变成了软软的白糖。 我想,这就是白兔唐标题所带给我们的含义吧,这不动脑值得大家一看。 当然,本剧的成人像内容在后续的漫画当中有所提及,这里就不再剧透了,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观看。 这里是神奇,我们明晚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